谢谢亮亮 谢谢 今天也是因为我也是那个正好在度假屋这边 所以的话呢 今天也就借着这个环境 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平常的话呢 我们都是上来就讲数据啊 讲这个新闻啊 讲inflation啊 对吧 但是的话呢 今天咱们就不讲这些东西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夏天 大家最少玩最感兴趣的话题 就是度假屋 那么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我把这个屏幕 我先stop share一下 大家能看到我现在是一个大屏幕吧 就看到我是一个比较大的屏幕 对 是的 是您的图片 对 就是说 我这边的话呢 就是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后面就是 这电脑不太清楚 后面就是这个 非常漂亮的湖景 可以看到吗 这个就是湖边嘛 这就是一种类型的湖边 它是沙滩 那么的话呢 大家看到这个沙滩就离这个水比较近嘛 那么的话呢 就是你就可以听到 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哈 就会有一些这种跟海浪的声音比较像 那么的话呢 这种的话呢 也是度假屋的其中的一种 那么的话呢 咱们一会儿的话呢 会讲到很多不同种类的度假屋 它们的一些利弊 包括这种沙滩度假屋 它们的优点 它的缺点 呃 咱们的这个讲座 那么正好就借景申请 咱们来讲讲这个话题哈 好的 那么的话呢 这个 我先把这个slides打开 好 那么的话呢 度假屋的话呢 其实这个话题就 蛮大的哈 就是不是说那个 就是 咱们一小子 指标老师能完全讲明白 但是的话呢 我希望 就是说咱们还是 按照咱们平常讲课的风格 我们从大的picture开始讲 那么的话呢 逐渐具体到更细节的内容 那么的话呢 同时我们会用一些数据 和一些工具 网站 然后的话呢 帮助大家了解 你今天学完之后 不仅你可能对 我们讲的内容会有一些了解 同时的话呢 你还可以拿回家 这些工具 这些内容 继续去学习 你自己也可以去研究 这个对于度假屋的一些 选择的一些 关键的一些点 那么的话呢 这个其实就是 我相信对大家的话呢 以后对自己 如果说你感兴趣 去投资度假屋的话 这些工具都是 以后会一直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的话呢 对于投资度假屋 其实 大部分人的话呢 来讲的话呢 首先你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想好了 你买这个房子要干什么 OK 买这个房子要干什么 因为的话呢 大家知道度假屋 其实 大部分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离 可能大城市比较远 那么 它其实 一般人的投资 购买目的的话呢 就是两个 要不的话呢 就买完自己用 对吧 你自己就是多了一个 相当于湖边有一个家 那么的话呢 就是周末可能 就像本地人讲的叫 叫weekend home 对吧 vacation property 那么或者family home 这种 那么他们其实就是也不出租 就自己买着玩 对吧 这个其实的话呢 就是本地人很多都是这样的 而且本地人很多 就是他们是家里这种房子传承下来的 所以的话呢 他可能去这个 维护他的这个各方面 他的 因为他可能传承下来 他也不需要贷款 就是说 也不需要花钱去买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他也不需要太去出租 才能维持这个房屋 那么的话呢 还有的话呢 就是很多人购买度假屋的目的是为了去投资 为了出租 或者说的话呢 为了翻建 那么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了我们 度假屋的就是投资的方法的这个论点了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屏幕上他会讲到 我们就是在于对于投资来讲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的话呢 像一线城市这种 对吧 买了房子增值 这个的话呢 就跟度假屋没什么关系了 对吧 这度假屋肯定不是在一线城市 除非你在多伦多 对吧 你能买个 等我把大伙这个mute一下 这个 那么的话呢 度假屋的话呢 肯定跟一二线城市增值了 就没没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它都是比较远 除非你在多伦多 能买到一个湖边的房子 那也是非常厉害 那么的话呢 一般来讲的话呢 它都属于三四线的城市 同时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投资大部分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本地人买了之后 他们去做出租的这个比例 就尤其长租的比例是蛮小的 基本上的话呢 要么是去做短租 但是更常见的话呢 其实做买度假屋的话 它就是做一种旧房翻新 还有这种翻建 房屋翻建 这个的话呢 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而土地开发的话呢 实际相对会少一点 因为这个湖边 其实这种审批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么的话呢 你如果在城里 做过翻建房的话 那么你觉得如果说 已经很复杂了的话 那么你试一试 在一个湖边做翻建房 你就会了解 这个政府对你的要求 又会多了一大堆要求 所以的话呢 其实大家就是 不是很常见到 湖边有一些新开发的 这些项目 就是说你很少见到 比如说什么 莫斯科克什么的 开发一些项目 有时候会有项目 但是基本上 都不是在湖边的 它虽然也叫度假屋 但是都不是挨着湖边 像这种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种 就直接后面 就是挨着湖的 这种房子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 就是说二所房 就是现房会比较多 你要想开发新的楼盘 其实挺不容易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咱们屏幕上的话呢 更多就是说 咱们投资的不同的 这种流派和方法 那么的话呢 每个不同的 类别的物业 每个不同的人群 它的适应方法 是不一样的 那么咱们今天 讲的度假屋的话呢 其实它的适应的方法 就是 也不是说都适合 它适合的话呢 只有有限的几个方法 那么的话呢 主要的话呢 一个就是说 做Airbnb 做短租 咱们一会会讲到 如何去做这个 短租 用度假屋来挣钱 同时的话呢 就是旧房翻新 和房屋翻建 这个的话呢 是就是说 比较更常见的 一种在度假屋的 类型上 做投资的一些方法 而且能比较快的 去挣钱 好吧 那么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Picture 咱们度假屋的 一个购买目的 所以的话呢 你在投资度假屋之前 一定要做好你的这个research 就是说 或者说你自己要想好 你自己买的它是为什么 如果说你是以翻建为目的 或者说以翻修为目的 或者说你自己买的玩 那么你的选择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你要想好了你的目的 同时的话呢 就算你去买一个 度假屋 为了自己使用 为了为了家里人去好玩 它的话呢 其实也不是说 随便买一个就行了 对吧 就是说 即使是买了自己玩的话 你也要知道你要玩啥 OK 这个其实就是说 很多人其实买了之后才发现 哎呀买错了 我这个房子买错了 因为其实你在大城市买房 咱们就是平常讲的 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房子 像咱们的condo呀 townhouse呀 独立房啊 虽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但是的话呢 总体来讲的话 大同小异的方面 还是比较多的 对吧 你两个独立屋之间 它虽然可能 对吧 里面结构不一样 装修不一样 但是的话呢 它的这个大城市里面的 这个房屋的这个环境 结构 还有一些基础设施 都是一样的 那么的话呢 所以说你要挑选的 更多就是房子 房型喜不喜欢 对吧 装修喜不喜欢 房子的这个年龄啊 它有没有这些硬伤啊 有没有风水问题啊 对吧 有没有厌房的问题 就仅此而已 那么的话呢 但是度假屋的话呢 就在所有的这些因素上 再加上很多其他的 就是你可能都想想象不到的 这些因素 比如说的话呢 像你这个度假屋挨着的一个湖 对吧 湖的大小 那么你湖水的这个质量 什么叫湖水质量 咱们一会儿再讲 对吧 湖水的这个可见度 那么湖岸的这种类型 湖岸就有很多类型 咱们刚才看的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个海滩 对吧 就是这种沙滩的类型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 咱们一会儿讲 还有湖岸的这种拥有权 对吧 这个到底是谁来拥有这个湖岸 那么的话呢 是怎么个拥有权 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门道 包括这个大家平常的这个house 呀condo都很习惯了 这个自来水一开就有 觉得是个房子都应该有水啊 对吧 但是你到了这个城外 可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有没有水 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不一定 所以说的话呢 你一定要就是研究好 这个水是哪来 还有这个屋子的下水系统 大家就觉得哎呀 城里的房子都是政府嘛 处理污水系统对吧 这家叫sewar 在城外就完全不一样了 包括电啊煤气啊 就这大家觉得 平常理所当然的 都应该有的一些东西 在这边其实都是可能 是变成了一个 非常高级的一个享受 而不是说一个 理所应当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就差别很大 那么的话呢 如果你真的做Airbnb的话呢 那么你该如何去做 你怎么样去balance平衡 就是说你做Airbnb 和周围的环境和邻居 之间的这个影响 这个地方让不让你做Airbnb 对吧 这个其实它还就是影响 差别蛮大的 同时的话呢 你的这个投资回报 如果你真的算好了 OK我要做投资的话 那么你如何来算 你这个度假屋的 这个投资回报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咱们上课的时候会细讲 这个投资回报的计算 但是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话呢 也会给大家share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是如何算出来 这个度假屋做短租的 投资回报的 就是你在投资之前 你一定要会做计算 做数字计算嘛 就是说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的话呢 会讲到 大家可以截评一下哈 就是说会讲到很多的 这种非常fundamental的 这种啊 就是说重要的technical 分析一个房屋投资价值的方法 那么包括的话呢 大家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数学 计算其实在里面 大家知道 其实做任何投资的话呢 一个专业工作 离不开 就是说你的经验 离不开你的这种投资规划 更离不开数学分析 而每个城市 每个区域 每个房子的这个投资回报 包括每个城市 该不该投资 你这些三线四线城市 你怎么知道这个城市 到底该不该投资 对吧 其实这些的话呢 都是用数学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的话呢 咱们就是比如说 今天的这个投资回报的话呢 我们就会以度假屋 以一个案例 给大家做一个计算 大家的话呢 听到最后 我们会在最后 讲这个投资的回报计算 那么的话呢 今天我们讲座 大概会讲到 大概9点40到45左右 好吧 大家就是说 规划好时间 那么的话呢 咱们一起把这个 度假屋这个事 听明白 那么回到这个主题 咱们的这个 就是首先哈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选择的位置 OK 度假屋的话呢 你来买一个度假屋 首先的话呢 选择位置 位置的话呢 咱们先再往再往前倒一个 选位置之前 你还是要想好 你买投资 你买这个房子的目的 OK 咱们先从一个角度来说 目的 假如说 有人来说 我就是家里玩 OK 家里玩你要玩什么 OK 你是想游泳 想划船 还是你是想钓鱼 对吧 这个其实 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的话呢 给大家举个 举个例子 咱们可以 就是说看一下这个地图 咱们到Google Map上 好 大家现在能看到 这个Google Map了 对吧 好 能看到Map的话 大家举个手 这样的话 我知道 有时候我别讲着讲着 我讲的东西 你看不到 那么的话呢 首先 咱们度假屋 咱们讲的都是 这个湖上的度假屋 当然大海上 大家知道 这个大海上 也有度假屋 那叫 对吧 比如说大家 飞去的那些 古巴呀 Dominican Republic呀 对吧 Miami呀 什么Puerto Rico 这都是Caribbean的 这些海边的这种 这叫Vacation Resort OK 这种的话呢 是另外一种度假屋 你也可以买 也可以买 对吧 这边的话呢 也有湖边的一些 沙滩的这个海滩的房子 你可以买的 但是的话呢 咱们今天的话呢 就不讲这些度假屋 包括Florida 我们之前公司还卖了很多 Florida的那种 度假屋 那么的话呢 这种也是另外一种 形式 那咱们的话呢 今天就讲 这个加拿大 这些湖边的 这些度假屋 当然咱们的同学 可能有一些是 温哥华同学 有一些可能是 沃泰华 蒙特利尔同学 但是的话呢 咱们其实这个概念 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湖 大家可能看到湖不同 但大部分同学的话呢 应该是在 就是安大略的 或者在多伦多附近的 所以说的话呢 咱们就以多伦多 周围的这些湖来举例 那么首先的话呢 大家要知道 加拿大五大湖 对吧 那么的话呢 包括这个 就是说 Lake Ontario 这个Lake Area 这都是跟美国share的 包括Lake Huron 对吧 包括Lake Huron这个湖 我的度假屋 就在这个Lake Huron上 这个也是比较大的 一个就是湖之一 那么的话呢 这边还有Lake Michigan Lake Superior 都是大家可以看到 加拿大跟美国的 这个边境线 那其他地方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这些 其他的 这些大小小的湖 加拿大是一个淡水资源 非常非常充沛的国家 那么的话呢 咱们在多伦多 这个位置 如果说离多伦多 周围大概半径 比如说两三个小时之内 有哪些比较常见的 度假屋的区域呢 首先咱们的话呢 其实说 当然它其实又细分的很细 咱们就先不分那么细 咱们先来分三个大块 OK 三个大的区域 大家就是说要知道 一的话呢 就是 离多伦多最近的 就是Lake Simcoe 这一圈 OK Lake Simcoe的话呢 就是大家知道Berry Berry的话呢 它就是挨着Lake Simcoe的这个尖 同时的话呢 在这边的话呢 大家知道从 Markham对吧 到Richmond Hill Aurora New Market 东桂林 东桂林再往北走 再到西桂林 对吧 就是说404开到头 这边的话呢 就是到了这个Lake Simcoe的这个边缘 Lake Simcoe的话呢 其实它是一个 就是说 其实很受欢迎的 就是一个湖 因为这个湖它非常 大 大家可以看到 跟这些小湖比的话 它非常大 同时的话呢 离多伦多非常近 可能开车过来不到一小时 就到了 那么这个湖的话呢 其实很多人也是愿意 在Lake Simcoe上面 去购买一些 度假屋 包括这个 大家知道 这个Georgiana Island 就是说Lake Simcoe的话呢 其实中间还有岛 这个岛的话呢 其实上面有很多 就是原住民 那么原住民的话呢 他们其实在这边 就是Lake Simcoe这边 其实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他们的这个 遗留的这些 生活环境 包括这个岛上面 你要是真的上了这个岛 你会发现 上面有很多当地 就原住民的 这些什么医院呢 这些超市啊 这些学校啊 他们完全就是自己的一套生生态体系 当然的话呢 这边你也可以去买度假屋 但是很常见的话呢 在这边买的度假屋 你买的并不是这块地 而是的话呢 你是租 朝当地的这个人去租赁这块地 它是一个lease hold 不是free hold 大家常见的 这个在多伦多买房的 都是free hold free hold 对吧 就free hold 就是说你是永久产权 这块地就是你的 将来的话呢 就是说子孙后代 你都可以传下去 但是的话呢 你到了这边的话呢 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 这个free hold 和lease hold的区别 Lake Simcoe的话呢 它其实虽然这边的话呢 确实很漂亮 但是的话呢 它这个湖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就是说 比较就是说 形状比较 相对比较单一吧 它就是一个 大概一个比较圆的 这么个湖 它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 这些旅游特点上 它是处于 就是说两者之间 它的话呢 虽然可以钓鱼 但是的话呢 并不是钓鱼的 最好的地方 它的话呢 是也可以看风景 也可以游泳 但是的话呢 它也不是游泳的 最好的地方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也是为什么 Lake Simcoe的这个房子 虽然它 离多伦多真的非常近 但是它并没有 跪到天上去 对吧 你去这块看看这房子 其实的话呢 并不是很贵 如何定义 钓鱼和这个游泳 是不是好 咱们一会儿 会有具体的数据 和这个科学的 这个方法 交给大家 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先听一个 大结论 就大方向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Lake Simcoe的话呢 虽然是很漂亮的 一个区域 但是的话呢 它的房价 其实并没有 说特别特别的贵 它是它 因为它是有原因的 那么的话呢 再往东看哈 东看的话呢 大家就知道 第二个区域 就是咱们的这个 中国人可能非常熟悉的 一个叫以Peterborough的周围的 这些区域 比如说米湖 米湖 或者说的话呢 叫咱们北边的这个鸽子湖 OK 什么Sturgeon Lake 你看这个湖的名字 可能都是按照那个鱼的这个名字 来命名的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湖是干什么的 对吧 这边的湖的话呢 它就是钓鱼圣地 OK 如果说你喜欢钓鱼的话 那么你就要 大概率的话呢 会到这个东边 就多伦多 大家看Markham 对吧 Ajax Oshawa 再往东 就到了这个什么 Port Perry Rice Lake 米湖 鸽子湖 这块 这块整个区域 看这块叫 Kawatha Lakes Kawatha Lakes 我家的 就是我叔叔在这边 他就是一个 特别爱钓鱼的 钓鱼就是说 发烧友 他的话呢 就在Kawatha Lake上 买了一个度假物 虽然我个人的话呢 对钓鱼没有那么感兴趣 所以说的话呢 我是喜欢在那种 划船游泳的地方去买 但是的话呢 我叔叔就喜欢钓鱼 所以说他就在这边买 这个就是真的 就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 所以说你选择一定要不同 你不要看 觉得哎呀 Moscowka这边的房子太贵了 我一看这边 呦 这房子同样的价钱 比如说 这边可能150万 买一个 就是说 就买块地的感觉 这块150万 哇买个豪宅 你觉得哇 好值啊 结果买完之后 你发现 这儿的这个水 既不好游泳 也不 对吧 就是说你自己在玩的 就是说 方向不对的话 那么你就钱 就白花了嘛 像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它不是说特别好游泳 而是主要 是以钓鱼为主 OK 这边的这个水草 是非常多的 水里的这个含氧量 是非常低的 那么的话呢 这种情况的话呢 它就是说 水里的这种 Nutrients 咱们一会儿说 那种叫一种磷 磷是一种 英文叫 Fosphorus 对吧 是磷 这种含量 就过于高 OK 含氧量过于低 这种地方的话呢 就没法去游泳 OK 你只能买了去钓鱼 当然的话呢 像我叔叔那个房子 它就可以在 它就站在湖边 就站在Kawasa Lake 它就站在这个湖边 就是说 它都不用开船出去 就站自己Dock上 甩个杆出去 就能钓一堆鱼上来 它那个门口 就好多好多水草那种 真的就是 钓鱼胜地 OK 但是的话呢 你要想游泳的话 在那儿是游不了的 你得就开船 可能到很远的地方 特定的地方 去游泳 而这边的话呢 它湖水的这个 就是说里面的这个 内容 湖水的里面的这种 内容的话呢 就不太适合游泳 OK 所以说的话呢 钓鱼往东走 那么的话呢 为什么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 本地人 就是说 包括很多美国的 那些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 像那个 比如说 对吧 就是说 美国的很多的 这种电影明星 都是来这个 Maskoka 这边去买房子 这边的话呢 房价就非常贵嘛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 本地人都特别以 这个 哎呀 我在北边 Maskoka这边 有房子 以特别为荣 因为这边的话呢 它是一个叫 Cottage Country 总称 Cottage Country 的这么一个 area 那么这边的话呢 就是特别适合 游泳 对吧 当然不是说 每个湖都一样 我只是说 大部分 大部分区域 特别适合游泳啊 划船啊 这种 就是说 真正的玩水 的这种区域 那么的话呢 更像的 就是说 咱们想象中的 传统的度假屋 的一种使用方法 那么的话呢 大伙在平常 可能约着 周末去跟朋友 对吧 去租度假屋的话呢 除非你是租 租船去钓鱼 你会去东边 基本上 你去租度假屋 去玩的话呢 也都是会到北边 这个地方去租 因为这边的话呢 就是更适合玩水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 北边的这些房子的话呢 就这个区域 它就会总体的 这个房价 会比刚才 咱们看的这两个区域 就感觉更贵一些 OK 咱们今天讲的 这一是Simcoe这块 二是这个 就是说东边 Kawatha Lake 这边Rice Lake 米湖这块 三的话呢 是北边的这些区域 OK 就是说 大家常见的 比如说这个什么地方 Lake Muskoka 对吧 大家只要租船 就可以在这租个船 就可以开出去玩 那么的话呢 Maskoka北边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两个非常有名的湖 一个是Lake Russo 对吧 一个的话呢 这个Lake Joseph 这边的话呢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大家还有就是说 更少为人知的 是Skylton Lake 就是说Skylton 就是骨架子的意思 对吧 Skylton Lake 大家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死湖一样 你知道吧 但其实Skylton Lake的水 是非常非常清澈 非常非常好的 OK 有人说 我怎么知道 这个那个湖水好 OK 没关系 一会儿交给你 如何去分析 那么的话呢 在Skylton Lake的话呢 其实它这个水 真的是 就是说 最适合可能游泳的水之一 但是的话呢 你可能就钓不到什么鱼 因为水 你知道水清则无鱼嘛 对吧 你水太清了 就就没有鱼 但是你去那会儿 划穿游泳 真的是那个水 就干净的不得了 那么的话呢 包括这三大湖 就是Lake Muskoka Russo Lake Joseph 都非常非常的清澈 干净 尤其是Lake Joseph 真的是水质 非常非常的好 适合游泳 那么的话呢 在这个 Cottage Country 就Maskoka附近的话呢 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区域 比如说像Six Miles Lake 对吧 在这 就是说离这个Georgian Bay 更近一点 这边的话呢 又是一大片 一大片度假屋 那么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大家知道有一个城市 叫Midland Midland的话呢 它其实周围 还有很多其他的配套 其他的城市嘛 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 Aurelia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包括这个Midland 包括你到这边 过来之后的话呢 这些就是说 Tiny Beach Bomb Beach 这边 其实都是 挺发达的 那么的话呢 你再往下走 就到了这个 Warsaga Beach 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个Warsaga Beach 就大家经常 夏天去玩的嘛 这边有非常大的 这种海滩 那么的话呢 再往西走 就到了这个Callingwood 就是冬天 蓝山 来这边滑雪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 在这边 买度假屋呢 它也是因为冬天的话呢 夏天可以玩水 冬天的话呢 这边还有很多 雪山 不光是这边有雪山 不光是蓝山 好像Blue Mountain 在这边 其他的话呢 这边其实还有好几座雪山 都是冬天滑雪胜地 所以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也是非常 确实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那么的话呢 再往北的话呢 比如说到了Paris Sound 这边也是本地人 可能住在小镇的本地人 更愿意去的一些区域 它的这个性价比的话呢 其实会比这边 会更高一点 在Paris Sound这边 同时的话呢 像东边的Huntsville啊 包括这个Brice Bridge 就跟这个Maskoka 连着的 这个Brice Bridge 比如说你要是 希望你的房子 就是在城里的感觉 对吧 那么的话呢 但是的话呢 因为这些度假物 它都像那种 在深山老林里面的一种 特别的Cabin in the Wood的感觉 对吧 就是说特别的 就是说离城市特别远 但如果你喜欢城市内的感觉的话呢 其实到这个Brice Bridge里面 前两天那个多伦多 有一个报纸 就说有一个年轻的Couple 在这个多伦多买房子 实在是买不到了 想买Condo 他们俩说 他俩觉得 他们俩有90万的Budget 觉得90万 应该能买到很好的房子了吧 结果的话呢 在多伦多Downtown找Condo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 90万就是什么好的Condo 都买不到 所以的话呢 他们一气之下 说那我干脆搬远一点 他就跑到了这个Brice Bridge 花了90万 买了一个还不错的 这么一个度假屋 他们说 我觉得干脆搬来这住了 我也反正就是 在家里工作嘛 所以说的话呢 这也是最近疫情造成的很多人 他的工作位置 可以有一些灵活性 那么也有很多人的话呢 在这段时间 其实就把自己的家 再往外搬 那么的话呢 包括咱们说的这些 度假屋的这些区域 其实的话呢 在很大程度上 他的这个 最近啊 就是说最近这段时间 尤其是疫情开始之后 这边的当地居民 对于做Airbnb的这些 就是度假屋的这个反对意见 其实是更大的 OK 因为为什么呢 以前的话呢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这边 就是买个度假屋 就周末过来玩一下 平常的话呢 都在城里工作 但是的话呢 由于疫情期间的话呢 很多人真的就搬过来了 他真的就搬到这些地方来常住 那么的话呢 如果说你旁边那个房子 老是坐Airbnb 老是不停的有陌生人来 那么他可能遭到的 这个当地人的这个反对意见 就会更多一点 因为别人都在这常住了 他每天看到你在坐Airbnb 他就会觉得很心烦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 你在买度假屋 做短租之前 你也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就是当地的话呢 有可能有一些政策不允许 像比如说Moscowca这边的话呢 他就确实有一些 当地的一些local organization 他是需要你 就是说有特殊的permit 才可以去做短租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话呢 虽然并没有说 一定不让你坐 但是的话呢 当地的居民的反对意见 会比较多 所以的话呢 你可能经常会接到举报 那么说你的这个guest 这个那个的问题 或者说你的这个房东 老不在这儿管着这些guest 那么的话呢 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更容易出现问题一些 因为你房东不在local 去管着你的房子嘛 所以说的话呢 这种情况的话呢 也是在最近这疫情之后 就更常见一些 由于Airbnb产生的一些矛盾 好吧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大概的这个几个位置范围 咱们就是说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的话呢 就是你的话呢 在买度假屋之前 一定要想好了 我这个度假屋到底是 我自己想怎么用 我想玩什么 或者我如果出租的话呢 我想出租国给哪个人群 对吧 我是想租给那些钓鱼协会的人 还是我想租给那些年轻人 周末出去玩一玩的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其实你要提前想清楚 好 那么的话呢 咱们先回到这个slide 那么对于这个度假屋的这个市场的话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些这个相关数据 我们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大家如果说 听过我们之前的讲座的话呢 我们这个我们的上课或者讲座 其实都是以一个数据为基础的 这么一门课程 所以的话呢 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 比较advice这种数据分析 分享给大家 那么今天的话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关于这几个度假屋的这个区域 它的这个房价走势 首先的话呢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首先咱们先拿多伦多这个总体 来做一个例子 因为大家就了解一下 多伦多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的话呢 它是在过去15年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涨幅 对吧 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是外国买家税来的时候 当时就把这个独立屋的这个价格压下去了 压了10%到15%左右 然后的话呢 经过了两年的挣扎 那么那么最近在疫情开始之前 独立屋的话呢 又开始回暖 那么基本上从2019年的中旬就开始回暖了 只不过疫情的话呢 就加速了这个市场的回暖 那么的话呢 在这种freehold lowrise的这个价钱的话呢 目前已经在大部分区域远远的超过了 当年的这个2017年的这个高点 当然除了这些华人热炒的区域啊 除了什么Markham呀 北约克呀 可能你现在独立屋 还没有当年的这个 就是高点那么高 但是的话呢 大伦多地区大部分独立屋 都还是在那个 都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高点 那么condo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线是condo 基本上的话呢 当年受到外国买家税的这个影响 并不大 并不大 所以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 就平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涨 一直到目前的话呢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的过程 那么的话呢 虽然在疫情期间 大家可以看到有了一个下调 就是说去年大概 大概5到12月份 这个condo的价钱有一个下调 但是的话呢 在今年1月份以后 它的condo价钱又开始快速回升 目前的话呢 condo价钱是在历史上 就算是比较高的价钱 但是 但是的话呢 就是虽然目前condo价钱 在历史上是比较高的 同时的话呢 它也是在历史上 跟独立屋差别最大的一个时期 OK 所以说的话呢 咱们在投资的时候的话呢 不能说光就是 看一个单方面的这个信息 就是哦 condo现在是历史最高 我就完全不能投资了 对吧 这种做法的话呢 是完全不对的 因为的话呢 你要看跟其他房型的比例 那么长期来讲的话呢 condo跟独立屋之间的话呢 它还是会保持一个 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比例的 那么当你这个比例过于 你看当年2017年过于高的时候 它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下调 同时的话呢 condo有一个上升 它把它这个 中间的差价比例 又回到一定阶段 所以目前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 独立屋跟condo之间的 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段时间 所以的话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condo其实并不算是一个 比较差的投资 虽然租金还比较低 但是租金的话呢 也在明显回暖 好 咱们说远了 我又呢 就是说带来了老习惯 电脑数据就想分析 咱们现在不分析数据 那么的话呢 咱们看一下的话呢 就是说 比如说那个 Kawatha Lake这边 咱们刚才看的 就是说 大家看到多伦多的这个房价涨势 那么度假屋的话呢 其实比如说Kawatha Lake这边 它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涨势 也是非常可观的 你像从这个 哪怕你从2019年的这个 Benchmark 对吧 还是45万 到现在的话呢 Benchmark已经到了64万 现在已经涨了20万 那么的话呢 如果你到了 比如说咱们刚才看的这些 北边的这个Lakelands 你可以看到 对吧 它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涨幅 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 就是说 所以的话呢 其实 这些房子的这个投资的话呢 它最近的这几年的回报 其实很多人 它的这个度假屋的回报 实际上还比这个 就是说在城市里面 投资的回报更高 因为它这几年的话呢 真的是 尤其是疫情期间 也是推动了 大家对于一种 这种更舒适的生活的一种追求 包括咱们的这个 看到的这个 就是 Kawatha Lakes 对吧 就是说咱们之前看到的这个 东边的这个区域 那么的话呢 它的这个走势都是 非常类似的 包括这个Southern Georgian Bay 大家看到 Georgian Bay嘛 就是咱们刚才看到 最大的那个Huron的 那个小弯的那个地方 那么Southern Georgian Bay的话 那边有很多度假屋 就看到最近的这个 从2020年之后的涨幅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的话呢 大家也要知道 就是说度假屋的话呢 买起来肯定不便宜 对吧 它 就是说 当然以前也并没有说 有多么便宜 但是的话呢 目前来讲的话呢 肯定它是 最近涨了不少的 那么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家就是说 在投资的时候的话呢 一定要做好 自己的这个 投资预算 对吧 那么的话呢 你的这个买完之后 你是要做什么 对吧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如果说你是纯的 就是买完了之后 为了出租 拿回报的话 那么你要算好 这个价钱涨上去之后 它的这个出租回报 还是不是合适 但你如果说 我就是为了 买一个自己用 对吧 自己家里使用的话呢 那么其实 它的这个计算 方法又是非常不一样了 那么的话呢 对于这种 湖边的稀缺资源 确实是 它是一种 不可再生资源 它的这个 湖边虽然湖很多 但是湖边 可以建房子的地方 其实并没有很多 这个咱们之后 也会讲到 政府对于 湖边的一些限制 所以的话呢 其实的话呢 它在某种程度上 度假屋 它的这个价格增长 它其实也是 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这种资源 确实它是一个 不可再生资源 就土地本来就 对吧 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 但是的话呢 你在湖边 可以建住宅的 这些地的话呢 其实它是有限的 好 那么咱们回到这个 slide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市场数据之后的话呢 就是说 大家基本上 对这个大的picture 有一个了解 那么的话呢 咱们现在就来想一下 我要买度假屋 我想比如说 你就跟我一样 你说 我得钓鱼一般 我就想去买个度假屋 我去玩水 OK 那么你如何去 开始你的这个搜索 OK 你怎么开始 当然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地产经济 去帮你 对吧 你自己的话呢 找这些数据 其实是相对更难的 因为它不像在多伦多里面的这么简单 就是说可能都能看到很多系统 在外面的这些数据的话呢 还有这些卖房的listing 其实的话呢 它的系统有很多是不一样的 包括不是说每个多伦多的经济 都能看到周围的这些不同的区域的系统 就出了大多伦多之后 很多多伦多的经济 就已经搜不到外面的这些信息了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具体怎么寻找这些信息 咱们之后再说 总之的话呢 你先要了解 就是说有很多的方面 你要去考虑 首先的话呢 这个湖的大小 湖的大小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一个非常见人见智的一个方面 那么的话呢 就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度假屋 它的这个位置不同 它其实门口 它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你在哪个湖上 对吧 你在哪个湖上 那么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拉大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看 哎呀没几个湖 对吧 Lake Huron Ontario Lake Simcoe 这几个就完了 Maskoka 但是的话呢 你往里稍微zoom一下 你可以看到 有多少多少这种小湖 对吧 这个每一个湖上面 每一个湖上面都是有度假屋的 等我把这个小一点 这个我可以不碍事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就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这个小湖上面的话呢 其实它都是 就是说 当然不是每一个 就几乎每个这个小湖上面 都是有很多的这个 你看到这些房子的 这些存在的 那么的话呢 它当然不是说 每一个房子 你都能那么直接开车过去 对吧 但是的话呢 它是很多很多的 这些就是湖边 它都是有房子的 那么这就牵扯到的话呢 首先你是希望 把房子买在一个大湖上 还是小湖上 普通普遍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像Maskoka 这种湖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能看到我的地图 OK 这个比如说在这个 像Maskoka这种湖 就是算是比较大湖 OK 就这个面积的 这个基本上开船 你从这儿出去 你可能要开 一个小时 你可能也就开到这儿 那么的话呢 你要整个转回来的话呢 你至少可能要 两三个小时 甚至更长 你才能转回来 OK 那么的话呢 像这种 你开个船出去 要一个小时以上 才能到头的 这种就是比较大的湖 那么像旁边这种 就是说比较小的 对吧 像这种Clear Lake 像它这个两个之间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湖 就是说 像这个 就是咱们一会看到 这个Brandy Lake 就是个小湖吧 这个湖的话呢 咱们可以说 是最 不适合游泳的一个湖 OK 虽然它 在两个 最适合游泳的湖之间 但这个湖的话呢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说物质 是你不能去游泳的 OK 完全不能去 基本不能下水的 OK 这也就是说 很多人其实在 就是买房子的过程中 都不知道怎么去了解 但是的话呢 其实这些数据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湖里面的 这些指数 并不是说 你说你下offer的时候 你就说 哎呀 我加个条件 就可以了 就是说 我可以这个 去测一下 什么水的质量 没关系 卖家测的 下offer这个条件 水的质量 只是测它的饮用水 OK 并不是测湖里的水 没有哪个卖家 会给你提供 这个湖里的水的 这个 就是说 就可不可以游泳的 这种报告 只是没听说过 所以的话呢 你要自己会去做研究 但总之的话呢 咱们就相比一下 那么的话呢 一般来讲的话 小湖上的这个房子 会比大湖的便宜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小湖的这个限制 会多一点 因为它面积小嘛 对吧 那么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说 在大湖上 你可以玩 机动船 比如说像那种 Jet Ski 就是摩托艇 一开很快的那种 像摩托一样那种艇 或者说你可以开一个 就是说正常的这种船出去 对吧 船里可以坐四五个人那种 或者你甚至大湖的话 你都可以买那种更大的船 对吧 一般来讲的话呢 你所建的那种Yacht 就是那种 电影明星开的那种船 特别大的那种 都会是 在这种特别大的湖里面 比如说像这种 Lake Ontario Lake Huron 在这种大湖里面 才会出现那种 特别大的那种Yacht OK 很少有人在这种小湖里面 去开Yacht 这个就是开不下 对吧 其实你 就是说你开出去 就是说意义也不大 对吧 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说你越小的湖 你玩的东西 可能会相对更少一点 像比如说 你的这个Brandy Lake 当然你这个湖 你是游不了泳的 但是的话呢 你要是去 比如说 开船 你其实的话呢 也就是自己拿一个 可能那种 Kajak 对吧 自己滑的那种船 或者说 站在那个Pedalboard上 或者弄个Kanoon 自己滑一滑 就完了 你可能连那种摩托艇 都有点开不下的感觉 对吧 而且的话呢 因为周围的这个 居民很多嘛 他离得又很近 你说你开一个摩托艇 在那时 使劲来回穿梭的话 人家邻居不得投诉你 对吧 说你扰民嘛 因为这个机动船的这个声音 还是蛮大的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湖的大小之间 实在是有区别 所以说的话呢 你一般来讲的话呢 湖小一些 它的房子的话呢 会便宜一些 那么有些人的话呢 说哎呀 我喜欢度假屋 我希望能买的 就是房子漂亮一些 但是的话呢 我对于这个能不能 就是说开这些机动船呢 能开多远呢 这个其实我不是很介意 你为啥呢 因为你真的要开机动船 大船的话呢 你可以租个车 你可以租船去这边开嘛 对吧 你比如说你在这儿 你也不是说 你住在这个Brandy Lake上 你不能去Moscow 对吧 你想开大船的话 你可以到这边租个码头 把船停在这边 你可以去这边开嘛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你住在什么地方 其实更多的就是说 你平常的一个 眼前的一个景色 那么的话 有些人觉得 眼前一个小湖 其实就很漂亮了 而且小湖的话呢 它的好处是 它的这个人也少嘛 它相对这种湖的 这个污染也会少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 就是湖 湖面的话 你会更安静 因为你湖越大 对吧 它的这个浪就会越大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 我身后的这个湖 那就是就相当于是 Georgian Bay里面嘛 那么Georgian Bay的话 大家知道是这个 最大的这个湖的 一个海湾 大家知道就是 刚才有同学问 我们这个湖在哪 就是说大家看到 这个Georgian Bay嘛 就是说Lake Huron 这么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平常去的画屏岛 画屏岛在这嘛 对吧 蓝山在这 这个就是Lake Huron 那么的话呢 这块 这块就相当于是蓝山 这块就相当于是Georgian Bay Georgian Bay的话呢 Georgian Bay的话呢 就是说这边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海湾 那么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么大的湖 对吧 那么的话呢 在这个就是说 哪怕在这个海湾里面 因为它这个湖够大 所以说它就更像 海的感觉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你的这个浪 一起风的时候 它就会相对更大一点 所以说你才会听到 那种海浪的声音 如果说你在这种 像这种小湖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说 一般的风的话呢 你是听不到这种 它湖面就是比较平静的 很多人的话呢 就喜欢这种平静的 湖面的感觉 对吧 他们的话呢 你去游泳啊 去玩船啊 比如说你划这个 划这个小船 你去搞一个浪很大的地方 对吧 你那种小船 其实 有那种就是 那种小船的话呢 其实你也 我不敢划呀 对吧 那浪大的时候 你怎么去划 Pidalboard 对吧 所以说 有的人喜欢这种 安静的小湖 有的人的话呢 就喜欢这种大湖 就是说自己可以出去玩啊 开船啊 机动船到处跑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 personal preference不同 而坐Airbnb的话呢 很多房子是在小湖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Airbnb 在这种小湖上 就是大家也可以理解哈 因为大家知道Airbnb 是以什么为单位的 是以这个bedroom为单位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房子 有几个床 能睡几个人 你睡的人越多 你一个房子 比如说 那有有有有 有十个床位 对吧 那么的话呢 你的每晚的这个租金 和一个房子 只有三个床位的 租金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你这个房子 有可能就是说 你买在小湖上 跟大湖上的这个价格 可能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都花五十万 或者都花一百万 去买同样的一个房子 但是的话呢 你的房子 如果说在大湖上的 一个小房子 那么你坐Airbnb的 回报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的这个 就是房间数会比较少 床位比较少 那么你想 大家来你的房子玩 对吧 他人家可能一个周末 可能得花一两千块钱 去租你的房子 那么如果说 你的房子能睡十个人 那么十个人分摊 这个比如说两千块钱 他就每个人出二百 就很容易嘛 对吧 那么你说你一个小房子 只能住三个人 那么的话 哪怕你这个湖再大 风景再好 你也不可能 让人家去开你的船出去玩 对吧 都是顶多给人家 一个小船划一划就完了 你也不希望人家 把你的船 对吧 比如说开坏了 或者说撞船了 这都是风险很大的事 所以说基本上的话 Airbnb来讲的话 是比较适合在小湖上 因为你可以同样的钱 买到更大的房子 出更多的房间 你可以每个单元 每晚上租的 租的价钱会更高 同时的话 你买房子的时候的话 房子也会相对便宜一些 跟这个大湖上的房子 比起来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大部分Airbnb的房子 都在小湖上 那么的话呢 像这种 就是说 刚才咱们说的 Moscowka 这个 Lake Joseph Lake Russo 这种地方的话呢 它就是 房子就是非常贵了 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可能 一个破房子 都什么150万起 而这种地方的话呢 虽然也有Airbnb 但是Airbnb的管理 就会特别严了 特别严 你要是想在这儿 做fulltimeAirbnb的话呢 就可能比较难 也不太值 因为你的房子 买的就特别贵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人家还竟管着你 这个不让干 那不让干的 就是说 你要做Airbnb 估计会有邻居投诉你 所以说的话呢 你的这个回报的话呢 可能就会差一点 那么很多人的话呢 可能在这种 比方说 小湖上的话呢 他就会 对吧 可能邻居投诉的 也比较少 因为可能 这个当一个湖上的人 也不是很多嘛 同时的话呢 房子能多出一些房间 这个是 做短租的一个 一个关键 那么location 大家刚才说完了哈 湖的大小说完了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湖的质量 湖水质量 是怎么去分析的 这个其实就是 非常的重要哈 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在上课的话 如果你在听讲的话呢 这块你要重点听哈 后面的这些都是 都是这个technical的东西 湖水质量的话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就是指标 就是它的这个 磷的这个程度 OK 在安大略的话呢 就是说每 每个公升的水里面 有十个 这个毫克的 microgram OK per liter 小于十克 磷的话呢 就属于 叫oligotrophic 就是非常的清澈的水 就适合游泳 适合玩水 OK 如果说 你的这个湖水里面 每升 是十到二十毫克的 磷的话 那么的话呢 你就是属于 一个比较 就是更偏向 有点 就是说钓鱼了 你看哈 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鱼 在这种 清水里面 它是很难 形成规模的哈 虽然那种 清水湖里面也有鱼 但是数量就很少 那么的话呢 你要想真的去钓鱼的话呢 至少要到这种 十到二十毫克的 以上的 磷的湖里面 你才能 就是说玩到鱼 钓到鱼 那么的话呢 有一些的话呢 二十毫克以上的 这种 那么的话呢 它里面就会 非常非常多的水草 OK 而且的话呢 里面当然也会有很多鱼 同时的话呢 它因为水草很多 它反而含氧量就很低了 OK 这种水的话呢 基本上就 很难去游泳了 OK 那么的话呢 就是 它的 而且有时候开船 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它那个水草 太多的话 在很多地方 它会产生一种 algae 就algae bloom 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会看到 图片你就明白了 它是一种 就是说 蓝和绿色的那种菌群 在这个湖面上 就会出现大片大片的那种 经常会 就是说 泛发这种菌群 这种的话呢 就是说 对人体的健康 都是有害的 所以说 这种湖的话呢 就是说 上面当然有很多 这种 房子 但是的话呢 这种房子的话呢 价钱就会便宜很多 像 我 就是在 Maskoka 旁边 就是在刚才咱们说 Georgian Bay附近 就是Georgian Bay和Maskoka 之间 有一个湖 它的话呢 就是有这种 这种 这种类型的 这种区域 那个房子的话呢 其实很大的 就是说 1800尺 将近2000尺的一个 挺漂亮的一个度假屋 现在 卖家就是从 80万叫价 现在已经降了 好几次价了 那个房子我还去看过 现在已经降到了 60万都没人买 你像其他 其他现在度假屋 动辄就上百万的 那个就很漂亮的房子 连60万都没人买 就是因为它那个 旁边的这个水 就是超过20个 这个 林 20克 就是20微克 每升的这个 林的这个含量 它的这个水面上 就好多好多的那种 就是 你能看出来 就是 很多很多的那种植物 同时的话呢 很多它的这个菌群 就是去年还发生过一次 菌群泛滥 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 还挺重要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对于这个 湖水的质量 那么你如果去 去这个看这个 湖水质量呢 我来教给你一些方法 咱们上课的话呢 其实对 每一个房屋的类型 和如何去分析 都会有很多的工具 给你 咱们今天的话 去拿度假屋 举个例子 那么的话呢 上课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类似的工具 教给你怎么去 自己去学会分析 那么如果 即使你不在多伦多的话呢 你也可以 按照这种方法 去学会 比如你在美国呀 或者你在文革华呀 其实都是有 当地的这种 信息 你可以去找的 那么菌群的信息的话呢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 就是说 比如说 叫Maskoka Water Web OK 那么 就是大伙的话呢 就是这些网站的话 大伙就是说 讲座之后 你一会儿回到 slide上 你可以扫我微信 然后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些 网站的这些链接 作为一个工具 发给你 这样的话 你就有了 那么的话呢 这个 像这个 Water Quality 它在这个网站上 其实它就会有很多信息 比如说的话呢 咱们刚才不是学过了 这个菌群的概念了吗 咱们来学以致用 看一下怎么用 那么 比如说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比较好的 这个 就是Lake Joseph 对吧 你就在这 Soul Lake Joseph 你就能看到 这个是Lake Joseph的 这个 湖水的数据报告 那么的话呢 它在这个上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有这个 非常 详细的 这种水质报告 那么 比如说 这个湖的 它的这个 就是 Surface Area 有多大 对吧 你像 25.6公里 平方公里 这是很大的湖了 那么 最深的地方的话呢 是89米 OK 这个也很深 那么 它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Phosphorus Phosphorus 就是这个 零的含量 对吧 零的含量是多少呢 大家刚才 如果咱们现在就是说 面对面 我也考考大家 大家还记得 多少以下 是比较清澈的 适合游泳呢 对吧 是10以下 对吧 那么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同学 这个 马上反应过来了 10以下的话呢 就适合游泳 那么的话呢 你看 它这个 Lake Joseph 为什么贵呀 对吧 就是说 它的这个 菌 就是说 零的含量只有4 OK 就非常非常低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红线 红线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湖 在春天的时候 的这个 零的含量 你看到它就是 一直保持在 这个4到5的 这个范围 最近这几年的话呢 表现越来越好 在4左右 在2005年 当时是有个高峰 达到了5 但总体的话呢 就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Lake Joseph上 你看有很多这种 美国的那些 好莱坞电影明星 他们都是 在那个 Lake Joseph这边 都有房子 还有一个 就是指标的话呢 叫Sachie Depth OK 什么叫Sachie Depth 就是也是按米的 就是说 你的湖的可见度 就是说 你水越清 你的能 用眼睛看到 这个水的深度 到底是有多深 那么的话呢 像Sachie Depth 的话呢 就是这个湖 你可以看到到 7到8米 OK 基本上的话呢 最近就是说 平均大概7米 7米 算是非常非常深的 一个深度 OK 也就是说 这个湖水 会非常非常的清澈 那么这种湖水的话呢 你看着就喜欢 看着就觉得 特别想跳进去的感觉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种湖会比较贵 那么的话呢 它这边的话呢 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的话呢 这个湖水的温度 那么你看在 它的10米 一般来讲的话呢 你看这个湖水 5到0到10米之间 它的温度是在 15度左右 对吧 那么的话呢 这个 在这个 August 就它分两个日期 一个是5月 一个是8月 5月份的话呢 就是说看 这个时候 你开始入夏的时候 这个水有多凉 那么的话呢 8月份的话呢 就是说 夏天的时候 正的游泳 游泳旺季的时候 这个水有多凉 那么你可以看 这个水的话呢 基本上在10米以内 都是20度以上 OK 那说明这个水的温度的话呢 还可以 这就是 基本上还算是 虽然也 虽然也是不 也不暖和 你不能跟游泳池比 OK 游泳池呢 都是 这四个吧 就热很多 但是的话呢 像这种温度的话呢 就是还是比较适合游泳的 同时的话呢 你也看到 它的这个含氧量 在这种 红线的话呢 就是它的这个含氧程度 就是在 它这种湖的话呢 就是含氧量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的这个水里面 没有什么水草嘛 对吧 没有水草的话呢 它的这个 没有这些东西 去争夺这些养分 所以说它的含氧量比较高 它就比较适合游泳 比较适合游泳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这个 咱们回到这个地图上 有同学说 我们现在像在 Virtual Travel 大家以前在家 没法出去Travel 跟着我 咱们来Travel一下 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渡假区 咱们刚才说的 Lake Joseph的呢 Lake Joseph就在 这个Maskoka的北边 OK在这块 就是Lake Joseph 看到了吧 就是这个湖的话呢 真的这上面人 就是非富即贵 OK 你要是认识谁 在Lake Joseph上面 有房子 那真的就是 估计房子不便宜 那么的话呢 你要是 再往东 咱们去刚才看的 这个回到了 那个Lake Simcoe 再往东 到了Kawartha Lake 对吧 Kawartha Lake的话呢 这边有很多的这种 以鱼的名字 这个命名的虎 咱们就看这个Pigeon Lake吧 就是说你看这个Sturgeon Lake 和这个Buckhorn Lake之间 这个Pigeon Lake 这个细条 OK这里面的话呢 就比较适合钓鱼的 包括南边的这个Rice Lake 对吧 这种钓鱼的地方的话呢 咱们就看一下 它这个 同样的这个数据 那么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可以看一下 Pigeon Lake的话呢 它的这个含氧量 就是 它的这个湖哈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首先你要看到 这个0的Level 0的Level的话呢 是哪个红线 是这个红线 对吧 咱们刚才记得 就是说 在那个 就是 Lake Joseph 是多少来讲的 是4 对吧 这边的话呢 你看这个0的Level 就到了7 那么最近的话呢 其实它之前的话呢 就到了9 或者10 0界点 所以说的话呢 这种湖的话呢 它的0的含量 就会比较高 0的含量越高 它的这个水草 就越茂盛 水草越茂盛的话呢 它的这个 就是 它的这个 就是越更适合钓鱼 鱼就会越多 但是的话呢 0的含量高了之后的话呢 就是对 对人不好 OK 就是说它的Ecoli 有一个指标 叫 就是说 有一种 细菌吧 就是那种Ecoli 这种东西 它就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的话呢 你看 它这个可见度 也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这个水里面的杂 就东西比较多嘛 所以的话呢 你看它这个可见度 就叫这个Satchie Depth 就是4 OK 你刚才那个Lake Joseph 能看8米 7 8米下去 对吧 Pigeon Lake 只能看到4米下去 所以就是可见度 只有一半 可见度只有一半 那么的话呢 它的这个你看湖水的温度的话呢 对吧 它这个15度左右 这是在May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含氧量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Dissolve的这个含氧量 含氧量的话呢 就是说 它这个总体来讲的话呢 也会稍微低一些 那么的话呢 你再看 咱们再看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Skeleton Lake OK Skeleton Lake的话呢 就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 是在这个Lake Russell 这也是Lake Joseph Lake Russell 还有Maskoka 三大湖 这个就是说 大家记住 这个你跟同事 以后上班的时候聊天 人家说 哎呀 我周末去哪玩了 对吧 你就是说 你也可以问问人家 你是在哪个湖上呀 是吧 你别人家一说Lake Russell 你都不知道在哪 那就很感觉很无知 这个加拿大人都要知道 这些几个重要的大湖的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Lake Russell 旁边 就是这个Skeleton Lake OK 这个湖水的话呢 是反正我见过的 就是说最清澈的湖水之一 那么这个的话呢 Skeleton Lake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 就是 就是说湖水的这个 可见度 你看可见度是多少呢 8.9米 都快9米了 这可见度是非常非常清澈的 这个数值 可见度越高 对吧 你的湖水越清澈 同时的话呢 你看这个 就是零的含量 很低 你看这个零的含量 才多少 2.5 比咱们刚才特别贵的 那个Lake Joseph 还要再少一半 这个零的含量 是不是就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 向往去跳进去游一游泳 感觉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Skeleton Lake的话呢 其实这边房子也很贵的 只不过的话呢 它不像Lake Muskoka 那么有名 不是说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的话呢 像这种湖的话呢 像当地比较懂的本地人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喜欢 OK 这种 这种湖的位置的 那么咱们跟大家说的这个 就是说 他们之间 就这两个湖 你看Maskoka和这个 Lake Russo之间 对吧 这个特别小的这个湖 叫什么 Brandy Lake 对吧 Brandy Lake 你觉得 这个水质应该都一样了 对吧 你看这挨着这么近 好像就是说 没准你感觉 就扔个石头 扔过来的感觉 但没那么近 就是说 你就隔一条路嘛 你看这个 你看就是从这儿 你看地图 真的就是隔了一条马路 隔了一些树 对吧 隔了一条马路 你就感觉 扔块石头 扔过来的感觉 就这么近 这么近 OK 你去买房子 可能就是说 不懂的经济 会跟你说 哎呀 你在这个Maskoka 这块 这块都是很好呀 水都很好呀 什么很适合玩啊 对吧 你赶紧买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说 大部分人 没有做过研究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其实的话呢 你如果懂的话呢 那么你来搜一下 这个Brandy Lake 你就会明白了 你看Brandy Lake里面 他的这个 就是说 首先 你看咱们先看 第一个数值 这个Septi Depth 就是可见度 是多少 刚才那个 很清澈的 那个Sketcheton是多少 大家还记得吗 8.9米 对吧 这个的话呢 Brandy Lake的话呢 才1.4米 就是可见度 就一天 天壤之别 OK 然后的话呢 这个 你看他的这个 含氧量 水的含氧量 也非常低 尤其是稍微深一点的话 含氧量就非常低了 为什么 水草太多了 OK 那个里面就是说 基本上杂草丛生的 OK 那么的话呢 你看这个里面 就是说 你看这个林的含量 林的含量 咱们刚才说 多少以上 就 就人都不能进的感觉 大家还记得吗 有几个Level 这个大家如果能记住的话 也算是 没白来 以后你出去 跟别人 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就 你就会体现的 非常的 有 有 有学问 林的含量 10到20之间 就是比较 适合钓鱼了 但是的话呢 你偶尔游一下的话呢 可能也OK 你不要去喝那个水就好 因为那个水里面的 那个Ecoli 可能比较高 Ecoli是一种菌 那么的话呢 这个20 UP的话 有同学 咱们Jenny同学 就真的是 非常的积极 每次都记得很清楚 估计记笔记了 那么的话呢 20以上的话呢 就这个水 好像就人都不应该下去的感觉 那么你看 它就在两个最贵的湖之间的 这个Brandy Lake 你看它在 2000年的时候 这个林的含量 曾经达到了40 是不是很可怕 对吧 就在目前的话 今天2020年 它的这个林的含量 也都是在 在哪呢 对吧 17.4 将近20了 对吧 这个的话呢 这个湖里面 基本上你肯定 你都不用去看 就知道 大草丛生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你看着 你就不想下去游泳的感觉 更别说 真让你下去了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大家也知道 像这种湖的话呢 对吧 你也看到含氧量 就非常低了 所以就是说 这些的话呢 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科学的方法 对吧 那么交给你的话呢 你自己以后 在买 Cortage之前 你的经济 也不一定会这些东西 但是至少你会 那么你的话呢 就不容易上当 不容易踩坑 对吧 这就是咱们避免的 第一个坑 其实Cortage的话呢 有很多很多坑 你可以踩的 咱们今天都不一定 能讲得完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 但是你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 其实房地产的话呢 他就是说 你想简单 简单 可以去下个offer 给钱买房 对吧 这个其实不难 但是的话呢 你真的想买到好房 真的买懂了他 这个是不容易的 那么的话呢 咱们的话呢 再就是说 说一说 这个 就是 湖岸的这个 类型 OK 湖岸的类型 那么的话呢 咱们今天的话呢 就是说 把湖岸的类型的话呢 先简化一些 先不说那么复杂 OK 说复杂的话呢 可能很多人 他也 你也记不住 大家就是说 如果说之后 还有问题的话呢 大家可以扫码 这是我的微信码 大家可以扫这个码 就可以加我微信 同时的话呢 大家也欢迎 加我的这个YouTube 的这个视频博客 我的话呢 经常也会在视频上 去 还在YouTube上 去分享一些 我的一些知识点 但是的话呢 大家要知道 这些知识点的话呢 它你可以去学习 但是的话呢 它不能让你成为一个 专业投资者 因为你需要有一个 知识体系框架 而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要帮你搭建的 一个知识框架 那么的话呢 但是今天的话呢 咱们作为兴趣 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点 大家就听着 听着能学点东西 也是好事 那么 对于这个湖水的话呢 就是湖岸类型 就是说 咱们今天就讲三种 一种的话呢 就是 湖岸 就是沙滩 那么沙滩的话呢 就是咱们今天 就是说 你看我这个 深厚的这个 这个样子 如果咱没有看到的同学 我再给你看一下 看见黑了 你看不到 好吧 那也不看了 那么的话呢 这个 就是一种的话呢 它就是湖岸 是这种沙滩类型的 那么的话呢 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是它湖岸 是那种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像我这幅图 这幅图的话呢 就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就是说 在右上角 这幅图 它就是比较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 你的房子 是在这个 就是一个岸边 就是说在一个 就是说 就像一个小山坡一样 在这个山坡上 那么的话呢 你下去的话呢 基本上往下走一些楼梯 到湖边 湖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dock OK会有一个dock 这个dock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 坐在这儿 欣赏湖景 对吧 那么的话呢 你可以去 停船 把船可以停在 这个dock旁边 这种 那么的话呢 还有的话呢 就是你湖岸 是那种石头 雷起来的 OK 就是说 都是一些大石头 就在那个湖岸边上 就是说 那个湖的话呢 它就一般 就是说 可能稍微大点的湖 它那个湖 有点浪的那种地方 它就会一种大石头 雷起来的那种湖岸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型 咱们慢慢讲 咱们先说一说 就是说 跟大家有感觉 就不同的湖岸类型 它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沙滩 对吧 就是说 我身后的这个沙滩 沙滩的话呢 是在这个 就是说 cottage里面 算是相对比较 就是说 受欢迎的一种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沙滩的话呢 它的这个优点 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就跑到湖里去 对吧 你想有沙滩嘛 你可以躺在沙滩旁边听海浪 或者的话呢 就有点像去度假的感觉 同时的话呢 你想下水游泳 你走下去就好了 对吧 沙滩旁边一定是有一段 比较浅的水 而不是像这种地方 你可能一跳下去 就可能一两米深了 对吧 咱们一会水深如何去查 我一会也会交给你 那么的话呢 这个其实还有很多 就是说内容 我都没写出来 比如说像水深啊 像什么道路啊 就是说 这个房屋的这个季节性啊 对吧 就是说 其实这一个学客里面 有很多内容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 像这种湖岸的话呢 就是沙滩的沙滩的好处 就是说 玩水特别方便 你划个小船 直接从沙滩就下水 对吧 你也不需要把船 再从dock上 比如放到水里 你再从dock上 再跳到水里 就反正整个就有点不方便 沙滩就是说 你很容易下水 但是坏处的话呢 就是说 沙滩的话呢 你的maintenance会比较多 因为沙滩嘛 就是说 你看到的那些 你去加勒比海 都是沙滩 对吧 就海边 你会看到这个 哎呀 这个沙滩真的漂亮 OK 就是说 沙滩 这些沙子都很细 然后那个 就是说 很干净 那些的话呢 都是人为 清理出来的 OK 就是说 自然的沙滩 没有那么细 没有那么干净 OK 大部分沙滩的话呢 就是说 不会那么的 不会那么的 就是说舒适 它需要你 就是说 经常去清 沙滩边上的一些 碎石啊 这些杂草 就是说它会 因为这个 水它会把一些 那些水草 就算你门口没有水草 它也会把水草 从远处给你冲过来 然后的话呢 直接冲到你的沙滩上 OK 所以说 你今天清完的沙滩 明天可能回来看 上面又上了一层水草 所以说的话呢 有沙滩的房子的话呢 你的这个湖边的这个 就是说工作量 是相对比较大的 但是的话呢 玩水真的是好玩 因为你下水的这个 就特别特别简单容易 而且的话呢 比较适合小孩子 小孩子的话呢 一般四人沙滩 它都有周围的一个 围起来的一块 两边嘛 都会有一个边 这样的话呢 其实在这个小范围里面 它是一个很浅 很安全 一般就是说 跑出去可能十米二十米 也不过就可能三尺 就一米深 也不会说把人淹着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能小孩 在这玩特别安全 你要是这种Duck 你说这个直接下去 可能就好几米深 那么停船是很好啊 但是你小孩子在这玩 你会不会很担心 不小心掉下去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其实它就是有一些区别 那么的话呢 像刚才我说的那种 就是说岸边是那种石头的 都是石头那种的话呢 那么它其实 你必须有一个Duck 才能进到水里去 否则说你不能踩在 那么多石头上 往水里跳 而你岸边基本上 下面都是石头 那么的话呢 你就你万一跳下去 你不跳到石头上 那就很不安全 所以说的话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 比较长的Duck 出去 才不会碰到岸边的这些石头 所以说的话呢 这种的话呢 就是说 不小心如果说 谁从岸边这么掉到里面 水里面 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下面都是石头比较多 但是这种的话呢 岸边都是石头这种的话呢 它其实 Maintenance就很简单 你不需要 就是说管它 任何东西 就是说它岸边这个水 就不停的拍打 岸边的这个石头 反正它就是说 就会一直在那儿 这么一种情况 它也不会说 你需要清洁它这个石头嘛 所以说就会很简单去Maintenance 所以它都是有利有弊的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对于你的这个湖岸 的这个拥有权的话呢 这个也是不同的区域 是不同的 那么最简最常见的话呢 当然就是说 OK我的房子就在这个岸边 对吧 那么的话呢 我的对这个湖岸到一定程度 你不可能拥有到水里面去 OK 基本上到了水里面 都是政府的这个区域 但是的话呢 你可以拥有到岸边 但有一些房子的话呢 它是你拥有到 离岸边一段距离 岸边的话呢 可能留出来一段 就是说公共的区域 比如说 像你要去 Wosaga Beach那边买房子 那边的话呢 虽然也是沙滩 但是的话呢 你可以买在沙滩边上这个房子 但是你前面会有一溜 这个沙滩不是你的 OK 是就是说公共的 就是说别人的话呢 在Wosaga Beach玩的游客 他们也可以在这些沙滩上经过 对吧 当然他不能到你的这个范围里面来 你的房子是有一个地界的 但是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湖 但是最前面这段不是你的 OK 那么的话呢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自己客户也 就是说购买过一套这样的 就是他的这个湖岸拥有权 就他的房子 就有点像这种类型 就是你可以直接看到湖 然后的话呢 你直接走过去 就是湖 但是的话呢 你的房子的这个地 是到湖边 大概可能离湖边 大概有10米 或者20米就停了的 那么湖边的这个 挨着湖边这块地 并不是你的 而这块地的话呢 是跟比如说其他的10家 或者20家的这个邻居 一起的共有的 OK 那么的话呢 这种的话呢 就是你对于这个湖边的 使用权是有的 但是的话呢 你的拥有权的话呢 只是一个比例 比如说20家 一起拥有这个 那么你的拥有权 就是20分之一 对于这个湖边 但是的话呢 你是可以100%使用的 并不是说你只能用 20分之一的这个大小 对吧 但是的话呢 你的使用权是有的 但是的话呢 你也不能防止邻居去用 因为你们是一起 共有的这个产权 所以这个的话呢 在就是说你购买房子之前 你不要看一个房子 有在湖边 你就觉得这个房子 就是说是湖边房 这个其实它不一定的 OK 所以说的话呢 对大家对于这个 湖岸的拥有权 在下offer之前 一定要搞清楚 OK 一定要找对方卖家 要到他的那个 就是说房子的这个survey OK 他没有的话 让你的地产经济 帮你去找 OK 有时候的话呢 是能找到的 这个对于湖岸边的 这些survey 那么你要给你的房子 做个定性 到底是on water 还是not on water 对吧 这个东西 其实你要 你要确认的 总体的话呢 就是对于湖岸的拥有权 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话题 那么的话呢 就提醒大家 不要说你看的房子挨着湖 那湖就是你的 那不一定的 OK 有可能你可以使用 但是别人也能用 有可能你 你可以使用 但不是你的 虽然别人不能用 但是的话呢 只有你可以使用 但是那块地也不是你的 也有可能 这块那块地 湖边那块地 就是你的 你可以使用 然后的话呢 别人也不能用 对吧 就是说有很多种不同情况 那么的话呢 对于这个湖的这个 就是说像水深 这个湖啊 到底就是说水有多深 其实的话呢 这个很有讲究的 比如说 你想停船 对吧 你停船的话 你说我想玩水 玩水的话呢 我特别喜欢玩船 玩船的话呢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 你要停船的话 你得水的够深 对吧 你不能说 像我见过有一些房子 真的就是说 在湖边 然后的话呢 水 就是说 很长的一段路 都是很浅的 OK 可能出去50米 水还才两尺深 这种就玩不了船 OK 你的这个 因为你不可能 建一个dock 长出去100米 对吧 就是说 没有人的dock 会出去那么长的 一般你的dock 出去可能 就是说10米 20米 最多30米 就差不多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水深 就对于你这个 房子的使用的功能性 特别重要 如果门口水 很多房子 就是说水直接 就是说很深 那么的话呢 玩船是特别好 像有一些房子 真的就是说 一出门 这个水下去 就6米深 就有点像悬崖这种 叫cliff 这个叫cliffside 这种property 对吧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 当然这个水 你要是人 不小心掉下去 可能不得了 对吧 因为很深嘛 然后的话 但是你可以 停很大的船 你弄一个 比如说5米 10米的dock 你就可以把一个 挺大的船 停过来 对吧 这个的话呢 也是很多人 喜欢的一个功能性 那水深 你怎么去查呢 很多时候这个 就是说 大伙其实都不一定了解 这个水深的话呢 其实也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就是工具网站 大家的话呢 你在就是说 下offer买房子之前的话呢 也可以去用这个网站 去查一下 你的这个水深 那么水深的话呢 我看看在哪 你可以去 这个网站 OK 那么这个网站的话呢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是说 加拿大基本上 所有的湖的 这个水深情况 咱们就拿这个 咱们刚才讲过的 最常见的例子 做个举例 诶 多人都在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安纳略湖嘛 这就是咱们刚才出的 那个Lake Huron 那么Lake Huron的话呢 咱们到这来看 这就是Maskoka嘛 对吧 那么你看Maskoka 它到了这个湖边 OK 你看 这个白色的区域哈 就是这个黄色的区域 基本上就是 它的这个岸边嘛 那么中间这些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湖水 那么湖水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湖边 有些地方 就是 这个是岸尺哈 你看这个地方 湖边只有两尺深 OK 两尺深的话呢 你这个就是说 就会相对比较浅 那么你的话呢 需要把Dog 就是拉的长一点 你才能 停船 有些地方的话呢 可能湖边挨着 就是 你看啊 有些比如说像这种 在这个湖中间的这些地方 湖边挨着就比较深了 那么的话呢 它其实 这边一般湖边 就是两尺深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的话呢 有些地方的话呢 湖边挨着就比较深了 你就可以直接停大船 在这边 那么你像 有一些地方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你停不了船的 比如说 你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哈 你看这个位置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绿的地方 是吧 这个绿的地方的话呢 它就是 海滩 像有点这种泥滩的感觉 OK 泥滩 这种泥滩的话呢 就是说 你看往下哈 你看这块 这块你看泥滩 很长 你如果在这买房的话呢 基本上 这个泥滩 就出去 可能要60个 feet 60个尺 就这么长 可能就30米 都是泥滩 那么这块的房子 你就没法去停船 OK 你不可能建一个doc 长到这 OK 对吧 你就说 那你这个 你不影响交通了吗 你说你我建个doc 长到这 那不可能 你的doc100米长 对吧 吓死人了 所以说的话呢 一般doc的话呢 人家doc都建到这 对吧 像这边有些房子 大概建到这 就可以在这停船了 对吧 但是你要在这买房子 就停不了船了 就在这块 对吧 所以的话呢 你要买这边的房子的话呢 你就不要想在自己家里玩船 当然你可以去旁边的地方 去把船停在其他的码头 比如说像这块 你看 这块就有个码头嘛 看到了吧 这个码头的话呢 你可以去把船租赁 停在租个位置 停在这个码头上 这块的话呢 你看水深就八尺 对吧 这个码头这块就深了嘛 那么直接这个水就八尺 那么你从这会儿 开船出来玩 就没问题 对吧 你从这儿开出来 直接就上大户了 所以说的话呢 但是你要是 房子在这的话呢 你就不要想把船 停在自己家门口 然后给你停不了的 所以就是说 对于水深的话呢 有些人就喜欢 比如说beach 对吧 那么beach的话呢 你看门口 比如说有一点beach 像这种有一点 搁浅的这种地方 它其实就 对于小孩子就蛮好的 你可以有一段 就是说浅的地方 可以在这儿玩沙子 就是说游泳嘛 然后的话呢 再往里深到一定程度 就水就够深了 就可以弄个dock出去 就可以停船了 这样的话呢 你有就是best of both worlds 对吧 这两个因素 你都能站上 既能玩水 又能停船 那么也就是不错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 里面有很多的 这种工具 大家的话呢 可以使用 那么大伙的话呢 就是说这些 工具网站的话呢 就是 我可以发给大家 你就 扫码 加我一下微信 然后的话呢 我会发给你这些 你跟我说一下 你要什么 我会把这些网址 什么都发给你 这样你就可以 做一个保留 那么在这个 后面之前的话呢 就大家可以理解到 我们其实做任何的事情 都是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系统 去为它做分析 那么的话呢 比如说像 cottage投资的话呢 只是一个 非常的 就是说 投资方法里面的 非常小 小众的一块 对吧 可能它是在这种 就是说 介于可能运营 商业运营啊 和这个短租派之间的 这么一个 方法 但是的话呢 其实的话呢 投资的话呢 还有很多很多种方法 那么的话呢 它根据你的年龄啊 城市啊 你的业余时间 工作性质 投资经验 有些人就是说 我就要在大城市买房 不停的 就是说 家案 不停的去 就是说 就是说 不停的去 就是说 期望这个城市的价值 会增长 那么的话呢 这种的话 大城市买房的 这个概念的话呢 它也是一种 就是说非常流行的 投资方法 但是关键的话呢 你的城市得选对 对吧 你不能选错了城市 那么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 包括你像 比如说过去这些年 你要是选城市 选择了什么 卡尔加利啊 什么 萨斯卡顿啊 那么你真的 就是说 包括自住房 你买了之后 你投资 你技术再好 基本上 你城市选错了 这个也是 是被公办的 一个结果 所以说的话呢 这种投资 城市增值 你要去学会 去分析 每个城市 就像咱们这种分析一样 对吧 有一些工具 有一些方法 学会了这些方法 去每一个城市 你想投资的 都能做出一个 比较科学的分析 这样你知道 OK 我应该去哪投资 我是应该去 这个伦敦呢 还是应该去 花铁卢啊 还是应该在 多伦多呀 还是应该去 比如说 北边 每个 比如Peterborough 对吧 最近大家看到 那个新闻 有一个建筑商 最近要花几个 billion的钱 去周围 这些小城市 包括Peterborough 包括Guelve 去买这些独立屋 买完之后 把一个独立屋 变成两个 这种duplex 然后去出租 他这个建筑商 就花几个 billion的钱 去做这件事情 对吧 然后的话 都上新闻头条 Global Mail的报道 对吧 他们为什么会选 这些 就可能小城市 去投资 对吧 他的话呢 有他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种的话呢 也是另外一种投资方法 包括的话呢 像有一些 零首富 这种流派 像我们有专门的合作公司 是做这种 rent to own 对吧 rent to own的话呢 真的就是 像我上一个做的案例 就这个年轻的 这个couple 他们就是说 信用比较好 他们去 我帮他们去 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35万 在小镇 35万 然后他的这个首付 只付了6000块钱 OK 6000块钱 就把这个房子 去买下来了 对吧 他就是说 这叫零首付 或者低首付 这种流派 就是说不同投资的话呢 他有不同的流派 那么并不是说 哪个 就是说 大城市投资一定好 对吧 或者说 小城市投资一定好 或者说零首付 对吧 或者说你去做翻键 做长线更好 还是做短线更好 他其实的话呢 是每个流派 有自己的道理 那么你要明白 你去投资的方法 的道理 背后的这些 具体的操作方法 和他的优缺点 然后的话呢 包括很多人去炒楼花 对吧 你去网上会看到很多人 会跟你说 哎呀 炒楼花是最好的 对吧 新房子 对吧 才有很多的这个优点 对吧 就是说他也不是错 只是他做的方法 确实适合他的 这个情况 所以的话呢 你只要掌握了 炒楼花的方法 你也一样可以挣钱 但是的话呢 你的挣钱的方法 可能就跟别人做房东的 或者说做旧房翻新的 对吧 就完全不一样 像我们去年在 沃泰华旁边 就是说做旧房翻新 真的就是说 一个房子 在六个月之内 变成了三套房子 OK 就是通过旧房翻新 就这一笔钱进去 来来回回的 出了三套房子 OK 一般你说 买个一套房子 就买一套房子 对吧 但是我们就一笔钱 能出三套房子 就是通过旧房翻新 这种方法 而且短短的六个月之内 这就不是说 呀呀 我一心要当房东 要等个五年十年的 这个其实就很快吧 所以说的话呢 不同的像这种 土地开发呀 对吧 做什么LP投资呀 还有一些 对吧 这种创意流派 其实它的话呢 都有很多的这种 投资方法 那么咱们的话呢 在这个上课的时候 会一一的给大家讲解 同时的话呢 就是说 根据 这个知识的一个框架 就是说咱们的这个 课程3.0课表 为什么叫3.0 因为我们的话呢 这回是跟之前不一样 我们会以这个投资流派 为重线 然后的话呢 以这个知识的这个 内容为横线 就知识的框架为横线 就是说 在不同的流派下 我们去讨论 如何去研究 这个我要做这个方法的话 我应该怎么样去计算 这个城市的潜力 我如何去计算 这个城市的这个最高单价计算 对吧 我如何去分析这个城市的 学区房的价值 这我有什么重要性 那么的话呢 我如何去分析这个类型的房子 根据有不同流派的方法 去分析这个数学计算的指标 怎么样 就是说来 在不同流派的情况下去得到适当的使用 来让这个数学帮你做更好的一个风险管理 和风险控制 那么的话呢 在验房啊 比如说风水方面 不同的流派之间有什么区别 对吧 你什么情况下 比如说你翻建房子 你验房很多问题 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对吧 但是的话呢 你要是买了做 比如说自住房升级 那么你的验房这个问题 还有风水 这就大大的非常的重要了 因为你一定要保证你的房子的流动性 就算你自己不在乎某些风水 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在卖的时候 能快速卖出去 才是这种战略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 所以说你的房子不能有任何硬伤 那么的话呢 就是说包括在风水上 这个就是说 验房上和房子本身的情况下 不能有任何硬伤 你才能保证你的房子能不断的转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就要比那些比如说搞翻建的就要多很多 包括的话呢 咱们就是说如果说去做楼花投资 那么你人不在某个城市 但是的话呢楼花可能会帮助你更好的去跨省 跨时间去学习 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上课的这个横线 包括我们这次的话呢 会把这个管理房客的这个一个部分 专门抵出来 变成单独的两节 就是把管房客这块有三大利器 如何就直接让房东有更好的这些方法去管房客 房东会有更多的工具去直接影响房客的信用记录 房客这就不敢不交你租了 就不敢不交租了嘛 所以就说这边就说房东 其实房客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房客有很多的优势在加拿大 但是的话呢其实你懂的人的话呢 像房东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优势的 所以说的话呢你一定要会利用好这些工具 那么的话呢我们会把房东管理这块 直接做回一个单独两节课来上 同时的话呢关于你的这个资产布局 包括我自己在之前之前讲过了 其实资产布局的话呢 包括我自己投资这么多年 从2008年投资到现在 虽然我是房地产是投了不少 但是的话呢 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也没有放下 OK上次那个讲座我就讲了半天 关于股票的事 对吧就是说你关于投资股票 投资其他类型的资产 这个的话呢 还有投资一些生意 对吧这些的话呢 其实它都是对于你的资产布局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一个好的投资者 永远不是只是投资房地产 OK没有一个专业投资者 只投房地产的 OK没有一个 你可以去找吧 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成功的 专业的厉害投资者 只投房地产的 OK一定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布局 而资产布局的话呢 你做的好就是投资 资产布局你还是买这些东西 OK买东西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的布局错了 你就变成赌博 变成投机了 OK所以说你的资产布局 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你的话呢 除了学习房地产投资 你一定要对其他的投资类型 也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去把你的自己的资产做规划 无论你是十万还是一百万还是一千万 这个投资规划都是不同的 但是也是必要的 OK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会有一个课后辅导 那么的话呢 关于学完上完课之后的话呢 每个同学会有一个三十分钟一对一的这个投资规划的一个咨询 这样的话呢 能让你把上课的学的东西更好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实践操作里面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报名同学的话呢 也会有一个地产投资工具包 就九月份开课的这个课程的话呢 会提前给你一个工具包 包括今天我们上课的一些 大家一些看到的一些网上的一些工具 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工具包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么的话大家可以先来做个预习 对吧 来做个预习 九月份的话呢 我们上课的时候会一个一个仔细的讲 所以总之的话呢 就是说咱们讲包括cottage也好 对吧 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投资的话呢 其实都是在建立自己的资产和一个equity的一个过程 那么的话呢 你今天在这个位置 你其实的话呢 是希望早点能通过投资达到你的这个财务自由 对吧 财务自由的话呢 不一定是你把贷款还完了 很多时候你还有很多贷款 对吧 但是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 你做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投资的叫reconciliation 你就可以把你的资产到一定程度上 就可以把你的资产做一个好的 就是说重新布局的话 你就可以达到你要的这种财务自由的状态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过程的话呢 对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五年 有的人十年 有的人是二十年 有的人三十年对吧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的话呢 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清晰的投资的方向和目标 掌握好自己的方法 咱们刚才不是讲了好多方法吗 对吧 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投资的这些方法和你个人的情况 找到你自己合适的方法 你才能尽快的达到你的那个投资目标 好吗 那么就是说给大家讲一下也是话外提外话哈 就讲一下这个我们上课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那么的话呢 咱们在最后几分钟再回到这个就是 coutage投资再来这个总结一下 那么的话呢 最后的话呢 就是说像这个就是说道路啊 水源下水系统这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我们上课的时候还会提到 但是的话呢 我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 做coutage的这个投资回报的一些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 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做coutage投资的话 你如何去预测你的投资回报 那么怎么预测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说首先的话 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excel表格 那么的话呢 其实你的话呢 首先要首先要去这个计算的 就是你的这个租金 OK租金会是多少 那么你要怎么算呢 其实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先查一下当地的这个租金的一个 就是每日的一个租金范围 咱们拿一个比较便宜的coutage来算 咱们拿一个比较便宜的coutage来算 这个的话呢 就是租金不算很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天也就是 就是说不同季节性是不同的 在最高的三个月 就是6月7月和8月 是coutage出租 最高的三个月 当然的话呢 你的每个coutage的这个位置不同 你的功能性也是不同 像刚才咱们说的一些 钓鱼的比较适合的那些coutage 他的话呢 其实冬天也是蛮好租的 因为你冬天的话呢 可以去冰掉 对吧 尤其是你那个位置 如果说水不是特别的深的话 就你门口的水不是特别深 那冬天更容易能结冰结的比较结实 那么的话呢 尤其是那种小湖 就湖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就是说稍微或者比较细长那种湖 它就更容易结冰 那么冰掉的话呢 冬天也是一个娱乐项目 那么其实你冬天 很多时候冬天租的比夏天还火热呢 或者说的话呢 像比如说蓝山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北边 那个Georgian Bay南边 就是靠那个Midland那边附近 或者蓝山附近那块 就是说冬天去滑雪的人很多 那么你的coutage 可以租给冬天人家去滑雪 那么这种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冬天的客源也很多 所以这个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 那么我的话呢 就按照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方法 去跟他就常见的一个coutage 就是夏天最热的 冬天比较冷的 OK 咱们假设这个房子是比较小的一个房子 那么的话呢 估计也就两三个卧室这样子 OK 两三个卧室的话呢 这个每个就是晚上的可能就租180到220 那么的话呢 冬天会便宜一点 那么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 基本上会是一个比较淡季 OK淡季 一到三月份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拿一个 就是说比较保守的这个价钱来算 就算一个月只能租2300 那么的话呢 其他这些季节的话呢 你要算一下 你每个月大概能租多少天 到六七八这三个月 基本上你是可以每个月租30天出去 其他的月份的话呢 可能五月份也还OK 四月份会少一点 九月份开始会开始减少 基本上到九月份十月份 十一月份 你可能租20天就不错了 那么的话呢 你的这个total rent的话呢 你可以算一下 每个月基本上就是这么多钱 可能夏天能租6000多 对吧 九月份的话呢 会租4000多 可能11月份又降下来了 于冬天五个月 可能也就每个月租2000多块钱 那么你总共的话呢 就是是5万多块钱 每个月的话呢 是4200多 那么你还要算一个 就是unexpected vacancy 就万一你比如说 房子什么地方坏了 比如说你要换房顶 比如说你要做装修 你马上就是说 可能或者你要修个什么东西 你这个月可能就没法出租了嘛 可能会有10%的情况 是你租不出去的 那么的话呢 你的net monthly rent 大概就是3800块钱 对吧 那么的话呢 你这样的话呢 算一下 还有你的operating cost 对吧 比如说你的这个wifi 是 就是说上网 你的电费 你的暖气 你的水 对吧 你的这些 你的这些 就是说Airbnb的一个listing fee 它是有要收3%的listing fee的 OK 同时的话呢 你的这个请的这个made service 对吧 清洁工 还有一些miscellaneous cost 你算完之后的话呢 相当于它就像一个管理费一样 就跟买condo那个管理费有点类似 那么你把这些东西都做好计算的话呢 你把他导入 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 有给大家一个工具 就是说的话呢 这工具里的话呢 会有很多的这种 就是说计算方法 那么的话呢 这个房子 比如说你是80万买的 OK 80万买的话呢 那么你按照现在的利率 20%首付 你其实按照刚才的那么算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 比如说房子是1000尺 你的管理费就相当于 就是说咱们刚才算的这个operating cost 对吧 1200多 那么你的这个rent是3700多 你的insurance 这种insurance会比较贵 你买这种operating 你买这种就是cottage 它的这个做Airbnb这种出租的 它的保险和你自己 当成你自己的second home的保险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level 那么你算出来之后的话 包括地税 就是说其实的话呢 最后来讲的话呢 你每个月 你可以看到了year one的monthly cash flow 基本上就是持平的 OK 你其实是挣不到太多钱的 那么的话呢 你只有要么你增加首付 对吧 比如说你首付35% 那你是可以一个月挣到380块钱 但是的话呢 你不要忘了 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在里面 对吧 check in check out 还有这些风险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说 并不是说随便买个coutage出租 你就一定能挣钱的 那么就是说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cap rate的话 在这cap rate 其实的话呢 coutage也不过 你做短租也不过 只有3.3 你像我自己在多伦多 买的这个condo 我去做短租 我都能cap rate 都能4.5%以上 我现在就是说 把那个condo 我给别人去管了 我自己懒得管了 那么我给别人管的cap rate 我都能有3.7以上 OK 3.8左右 就是说都比这coutage的回报还大 而且的话呢 我的这个收入 其实在就是说我的这个 就是说麻烦事 其实更少 对吧 因为这多伦多当场的一个condo 或者说比如说我在去年 在欧库比尔买那个房子 是一个house 我买的时候cap rate 就已经有3.9%了 3.98 将近4%了 我当时不到90万买的 马上就当交房第二天 就3200块钱租入去了 OK 现在的话呢 到今天那个租金 已经涨到了3500 3500左右 所以说的话呢 就是说在远处买coutage 做短租 你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说回报很高的 但是的话呢 很多人为什么还做呢 就是说 一的话呢 它的这个成本 它是比较低的 它可能是 就是说从家里 遗传过来的 对吧 那么的话呢 它的这个房子 可能会比较大 它的这个每个晚上的 这个rent 可能会比较更高一些 那么它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 比较可观的收入 像我认识 这边有一个 就是朋友 他就是有三个coutage 他三个coutage的话呢 他其实你看 total 5万多减去成本 他有三个coutage 他其实每个年的净收入 净收入大概有12万左右 OK 就这三个coutage 那么他其实 他以前是做律师的嘛 那后来把这个三个coutage 他当时也都是家里 传下来 他自己买了一个 家里传了两个 所以的话呢 他基本上就是挺财务自由的 什么都不用干 他就是每天有时候 给客人check in check out一下 那么他的这个收入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但是很多人 为什么还做呢 他是因为 他想自己用 又不想承担 这么大的负担 所以说他可能自己用 比如说几个月 剩下的时间的话呢 就把它短租出去 做Airbnb 这样的话呢 即使这个投资回报 就比较一般 但是的话呢 他其实还可以 就是说去 抵消一些 自己的持有成本 不会那么辛苦 那么累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其实 就是说会对很多人 是这样做 是比较合适的 但如果说你纯 就想买个cottage 就是去 做这种 短租 去挣钱的话 那么你挑这个房子的 细节上 就要多很多的 这种细节 咱们的话呢 反正上课的时候 还会去讲 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房子的 这些 很多细节上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 这个你要挑在小湖上 对吧 不要在大湖 大湖上买cottage 去Airbnb 你就就是说得不偿失 OK 就一定要在小湖上买的话呢 你的比例会高一些 同时的话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细节 上你要把握好 那么的话呢 才能最大化 你做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投资回报的话呢 不是说你随便做一下 随便买个房子 就一定能得到回报的 很多时候 你真的买完之后 你真的运行了 你才发现 就是说 自己其实受不了 这个工作量 同时的话呢 投资回报 你的短租的这个回报 没有远远远远 没有你想象那么高 OK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投资回报的话呢 并不是说买到就赚到 OK 你一定要懂 首先你的懂 就是说买到对的房子 好吧 总之的话呢 今天的话呢 我想跟大家就先讲到这 因为时间有限吧 咱们毕竟今天就是一个 共学营 也不想耽误 学校同事们也要下班 所以的话呢 大家的话呢 其实希望 就是说能了解一个道理 就是说咱们无论 做什么发展投资 挣钱的也有 大家看屏幕上这些 赔钱的 什么160万买的 150万卖的 210万买的 175万卖的 这都是咱们北约科呀 美萨卡这些房子 对吧 就是说 包括condo 对吧 75万买的 70万卖的 都是买任何的投资 赔钱 跟挣钱的 这个几率 其实是一样的 而且的话呢 因为房子有杠杆 你一旦赔起钱来 可能比你股票 赔的还多 因为它的杠杆 就很高嘛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你像 懂的人和不懂的人 真的就是说 差就差在你的知识框架 和你的知识深度 对吧 那么你的话呢 很多人他就是有 很多知识点 但他没有框架 那么很多人的话呢 他可能 比如说 比如说自己考了个经济牌 有个简单的框架 但他这个框架里面 没有知识深度 对吧 这个其实都不行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希望通过这门课 帮大家把这个知识框架 搭起来 同时的话呢 把每个框架里面的 这些知识点 最关键的这些 有深度的东西 交给大家 同时给你很多的工具 你可以马上上手操作 可以在 看上一个房子的时候 给自己做好这些风险 控制 我这个城市 到底该不该买 这个区域行不行 这个房子的回报 到底是 OK 对吧 那么这个房型 这个区域 我买condo 和买 比如说 一个house 它的这个差别 到底在哪里 我应该买那种房子 比如你像北约克 买house的人 2017年到现在 还赔大概50万左右 但是买condo的人 就涨了很多 对吧 但是vice versa 你要是在 其他的很多区域 可能你买house的人 比如欧可比尔 你就涨了好多好多 对吧 但是你这个condo 其实虽然也涨了一些 但是幅度远远不如house大 但是为什么 这个是怎么样 去提前预测的 其实的话呢 咱们也可以看到 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 就是说 我们下次公开课 也会讲到 就是说 其实在很多的时候的话呢 你的当时 你是有一些 这种market indicator 你是能看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节点上 假如说 咱们就不看后面的数据 咱们回到2017年 或者18年 或者19年 你当时看到这个数据点 你就应该知道 OK 在这个区域 我应该在这个时候 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而不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就是说 咱不是说买后炮 看到结果 再往回看 而是说 假设你回到那个点的时候 你后面数据全都抹掉 你就根据当时的那个数据 你也能判断出来 如何做一个合理判断 当时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 这都是有理论基础 和数学基础的 OK 这是在咱们 我希望 为什么这东西的话呢 有同学说 夏老师 我找你当经纪 你带我买房子 我不就能 这些东西都OK了吗 就是说 我是当 我帮你买房 买房子是可以 但是的话呢 我希望的话呢 你是能受人羽余 你买了个房子 你还是不知道所以然 对吧 你下次的话呢 你自己换了个城市 没有夏老师的 你还是自己一样 不知道怎么去办 我希望你能通过 这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去学习 那么的话呢 能把这些本领学到手 那么的话呢 以后的话呢 无论是你在什么地方 都能通过这些方法 能把握好自己的 这个人生中 最重要的这个资产 好吧 总之的话呢 咱们今天就 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每次的话呢 其实也会 就是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总体的话呢 你的这个财富呀 大家都是投资嘛 都是为了挣钱 都是为了扩大 自己的财富 那么的话呢 它的话呢 真的就是在于 你的认知 你的认知水平 跟你的财富 一定长期是相匹配的 OK 像我自己也是这么多年 摸爬滚打 自己慢慢的摸索出来 很多的这个方法 很多的这些 就是说 该怎么 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对吧 这个的话呢 其实 如果我把我今天的知识 回到十年前 就假如说 我2008年 开始投资的时候 我如果 当时有这么一门课 我当时 如果能找到 另外一个老师 交给我 今天我懂的 这些东西的话 我今天的资产 就不止 这个数字了 OK 所以说的话呢 虽然的话呢 就是说 好在这些年的话呢 我自己还是有一套 自己的方法 摸爬滚打 自己还是过来了 大的结果 还是不错的 但是的话呢 我如果当年 有今天的认知的话 我一定会 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说 你的 每一个判断 其实都是 反映出来 你的能力 和知识水平 那么希望大家的话呢 认真的去 通过扎实的学习 打好基础 那么我的话呢 也是通过一个 投资人的身份 跟大家分享 这些内容 而的话呢 就是说 真正的你在买房子 像哪怕你找我 当经纪 去买房子的过程中 咱们更focus的是 这个房子的交易 而你如何投资 该不该买这个房子 该如何去布局 你的资产 这个并不是 你的地产经济 能教你的工作 而是你自己 要学会 同时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投资人的伙伴 同为投资人 可以去 在同一个level 去讨论的一些事情 而具体的交易的 是交易的细节 是交给这个地产 的这些专业人士 去帮你操作 但是作为投资人的话呢 你一定要自己 有自己的一套 知识体系和系统 你才能做好 这些判断 好吧 那么咱们今天的话呢 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那个 把后面的时间 交给我们的 这个学校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报名的 具体的方法 大家的话呢 还是可以 扫我的微信 和加我的这个 subscribe我的 YouTube频道 那么希望大家 以后能保持联系 咱们下次公开课 是在八月初 咱们到时候 分析七月份 数据的时候 再跟大家来讨论 我们下来讨论 那么我们下来讨论 我们下来讨论 了一会讨论